以韩星蔡英人被老公当街追杀 事发前三度报警 南方曾自杀未遂 6月14日 韩国一名40岁的女演员 在自家门口被丈夫用刀追砍 脖子被刀刺伤 险些丧命 当地居民第一时间报案 警方到场后将南方控制并逮捕 起初外界猜测这个女演员是崔智友 因为她的丈夫比她小9岁 正好符合报道中女方40岁 男方30岁家的线索 但崔智友很快分享自拍 否认涉案 到了6月15日 韩国媒体人扒出这个女星疑似是蔡英人 蔡英人曾出演妻子的诱惑 但心徒平平 大约在2012年淡出演艺圈 这一次卷入社会新闻 又重新登上韩国的热搜 据媒体报道 蔡英人在2012年 嫁给比她年长的皮肤科医生 近年低调离婚 与30多岁的小男友再婚 后来二人的感情变淡开始分居 男方一时冲动买了刀具 准备杀死蔡英人之后再自杀 现场还有一名子女目睹了整个过程 丈夫杀妻的新闻引起轰动 网友纷纷表示严惩嫌疑犯 但韩国警方表示 现在男方也在医院 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曾试图自杀 警方只好在医院看着 不敢轻易下达拘捕令 担心男方一时承受不了 会在医院自尽 警方初步认为夫妻双方存在矛盾 暂时没有对女方进行调查 具体的犯罪动机尚未公布 但可以确定男方没有吃药或喝酒 而对于女方的身份 警方认为公开会二次伤害到她 所以没有透露 不久后 韩梅再次透露细节 原来女方在被追杀前一天 曾三次报警 称遭到丈夫家暴 分居的丈夫到家里闹事 警方到达后下达了 禁止丈夫接近妻子的命令 但是男方死心不改 等警方走后 试图通过管道打开玄关 还给妻子打电话威胁 我会做出极端的选择 警方当时又以没有直接损失为由 并未对男方做出强制措施就离场 当天男方还在街上试图自杀 被巡逻的警方发现后送到医院 没想到男方第二天早晨跑到家里 趁着妻子带女儿上学的时间 用凶器狠狠地刺向妻子 目前多家寒媒试图采访蔡英人 不过她本人暂未回复 有寒媒扒出蔡英人之前到电视节目的访谈内容 蔡英人曾多次表示自己比较偏激 丈夫跟她吵架后会在第二天主动和解 但她没有消气 用脚踢了丈夫 如果烦躁的话 还会撞击自己的运度 也表示与婆婆的关系不合 丈夫经常吐槽她的身材 婚后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圆满 不过她的丈夫采访时给出不一样的说法 表示那是想亲蔡英人的脚才被打到的 尽管维护或者说掩盖二人的矛盾 时隔两年 男方居然不顾孩子 试图杀死妻子后自杀 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 让她们从致癌变成仇人 接下来说出身贫寒的韩剧女星 阿优遭过亲戚冷眼 金氏症曾靠补助进度日 韩剧中的女星总是给人一种出身富贵的感觉 譬如最近因涉内相亲 火之内鱼的金氏症 即便是淡装出镜也有财阀千金的气质 然而别看在镜头下的她光鲜亮丽 在现实生活中 金氏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要靠领政府的补助金度日 正当红的韩剧女星中 有不少与金氏症一样出身贫苦 是后期靠着自己的努力逆袭 才名利双收的 这其中有人曾寄人篱下遭亲戚冷眼相待 有人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出道机会 还要替母亲还清巨额债务 李圣经曾住贫民窟 金氏症靠政府补助金度日 因举重妖精金服珠走红的李圣经 在不孝时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高冷感 而因为是模特出身 外形条件出众的他 也时刻透露着一种贵气 所以很多不熟悉他的观众 都会误以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是富家千金 但实际上 李圣经的出身很普通 且在他四岁的那一年 家里还遭遇了变故 因为父亲的工厂发生了意外 进而导致家里破产 甚至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李圣经全家都被迫搬到了彭户区 在韩国彭户区相当于贫民窟 那里的居住环境很糟糕 所以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 李圣经过得十分辛苦 尽管在七岁时 家里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 但搬离了贫民窟的他们 也依旧是窝聚在七八平大的屋子里 李圣经的同学在去他家玩的时候 甚至还惊呼道 这个房子又怎么住人 直到李圣经成为模特之后 他们家的生活才有了明显的好转 而在成为演员后 他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设内相亲的大伙 使得金氏正人气高涨 剧李为了生计 才答应和泰晤假恋爱的他 在剧外也过过一段很拮据的日子 出生在农村的金氏正 并不是像观众想象的那样 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 因为父母离异得早 没有父亲这个顶梁柱做依靠 他与母亲甚至要靠领政府的补助金才能勉强度日 好在金氏正在长大后还算争气 靠着自己的努力在演艺圈站住了脚 赚到钱之后的他因为儿时的经历 对理财十分的重视 据金氏正自己的分享 他手里一共有九本存折 每一本都有不同的用途 有给爸妈的 有生活开销的 也有用于存款的 即便有大笔消费的能力 金氏正也不会乱花钱 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习惯 韩素希替母还债 爱幽寄人篱下遭冷眼 最近某烟平台模仿 韩素希淡言装的视频火了起来 因为长相清冷美艳 她在韩国被封为新一代神眼女神 但看起来像是富家女的韩素希 其实是泡在苦水里长大的 她有着蔡绍芬和张绍涵一样悲苦的经历 因为父母离异 韩素希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能尽早地成长起来 她连大学都没有读 在高中之后便来到了首尔大工 从便利店到网吧 再到酒吧 韩素希只要有空闲的时间 就会想方设法地赚钱 而在打工的同时 她也在寻找可以出道的机会 在好不容易赚到一些钱后 因为妈妈欠下了一大笔的债务 她又不得不帮其还债 可是就像蔡绍芬的母亲一样 韩素希的母亲也是一个无底洞 无论韩素希如何努力 母亲始终不知悔改 她打着女儿的名号四处借钱 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此债主只能去骚扰韩素希 在还了一笔又一笔债务后 对母亲失望透顶的韩素希 也终于不再忍耐 她向媒体公开表示 自己以后不会再替母亲还债 由此她被吸血的命运才得以解脱 如今的韩素希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过上了理想的生活 住在千万豪宅里的她不用再为钱发愁 终于结束了那段噩梦般的苦日子 在韩鱼圈红到发紫的艾优 在出道之前的生活也是十分的辛苦 因为家里负债 她被母亲送到了亲戚家里寄养 虽说是亲戚 但那家人对艾优的到来并不欢迎 甚至在私下里说出过 她怎么还没走这种话 不小心听到这种话的艾优 非常的伤心 但既然离下的生活就是如此 即便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也要把苦水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不能吭声 对于艾优来说 在那段时间里 相比回到看人冷眼的家里 住在练习室里的生活 要更加的温暖 至少那里有永远也吃不完的零食 和可以睡得很香的被窝 好在如今的艾优总算是苦尽甘来 从歌手到演员全面发展的她 不仅在圈内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也赚到了不少钱 可以买属于自己大房子的她 终于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Apink女子组合成员之一的郑恩蒂 也是生在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中 还是孩子时的她 曾经见到过母亲 看着空荡荡的钱包痛哭的场景 这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为此郑恩蒂下定了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家里还清债务的决心 在出道之后 赚到了钱的郑恩蒂 并没有像其他女孩子那样 大肆地挥霍 而是将所有的钱 都用来填补家里的债务 就这样在三年的时间里 她还清了家中所有的欠款 在还清欠款后 一家人如释重负 而放下了这块大石头的郑恩蒂 也终于可以更加轻松自在地生活 出身贫寒的韩剧女星 你还知道哪些